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饭店 习餐厅 还有一间一间的套房 整体格局就像高雄的陈中城也是住商混合系大楼 陈中城后部分产权人进入勘察发现有人住 但由未来可能发生任何危险意外 其实这栋大楼除了一楼的超商有营业 其他都废弃 但还是设有管委会 因为产权复杂 在一零四年市府曾经帮住户们向中央申请督跟计划书的经费 但后来因为地主跟住户 意见无法整合计划泡汤 现在除了原本的住户 还有人会偷跑进去 安全问题如何把关 一定要自主一个都庚会 都庚会的这个所谓权人大概大概75%以上 这个案大概就可以来成就 因为产权问题 目前拉雅大楼无法拆除 都庚虽然困难 但似乎是围解 这在精华地端的废弃大楼 也因为城中城大火 意外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 三选王少育股仙 太南报道